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 但是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颇令一些人感到失望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乐说 我们今天一直等待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几天将开始的改革 但是我们想听到的改革 如落实改革的完整步骤 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却都没有提出来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说 中国将放宽在金融服务、农业、采矿和教育的准入限制 增加进口商品的消费 并且降低关税 他还说 中国将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健全的监管制度 包括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 习近平承认中国还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他也强调 那些抱怨中国商业行为的人 不能像手电筒那样 只照他人 不照自己 习近平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也没有直接提到川普总统加征的关税 但是他的一些话显然是针对华盛顿的 在美中贸易摩擦持续之际 习近平承诺要扩大进口 他说 中国将在未来15年进口多达30万亿美元的商品 和10万亿美元的服务 去年 中国进口了1.84万亿美元的商品 和4580亿美元的服务 习近平说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虽然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 早在中国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开始升级之前 就已经开始筹划 但有观察人士认为 北京利用主办这次博览会的机会 试图将中国不断增加的购买力 转向其他国家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 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 数以千计的外国公司来华参展 一些国家 如肯尼亚甚至在博览会上开设了国家馆 吸引人们对他们产品的兴趣 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 除了习近平以外 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和其他一些领导人 也在大会上发言 肯尼亚塔勒建同北京发展贸易的机会 他说 中国现在是肯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方的贸易额从2007年的4亿7千100万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0亿美元 肯尼亚塔也提到同华盛顿类似的担忧 他说 但是 双方的贸易严重地倾向于对中国有利 因此必须要纠正贸易不平衡 确保更公平的贸易分配 习近平对境博会主办城市上海表达了支持 说开放创新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今后将继续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 中国希望在2020年前让上海成为世界领先的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习近平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版表示支持 早在2015年中国就曾推动在上交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版 但后来一直就没有什么进展 上海的纳林威纳米科技公司董事长秘书唐玄 希望习近平的表态能促进科创版上涨 唐玄表示 有习近平的支持 高科技板块未来可能变得更开放更活跃 这对纳林威这样的公司是个好消息 他说这能给纳林威提供在主板上市的奠基石 但有分析人士表示 提振信心提升国家对投资的吸引力 需要的不只是讲话和大型贸易展览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里声称坚持开放和进步 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体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的排名中 中国在62个国家中排第59位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戴开乐表示 进博会虽然对许多国家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可能有所帮助 但并不会解决中国改革不足的问题 戴开乐说 目前中国内部改革的不利 川普政府带来外部压力和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等 都可能让欧洲国家暂缓进一步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良心评论 题目是川普与习近平的政治交易 习近平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上的讲话 宣示了他对自己权力稳固的信心 这增强了我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就是不久前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 两个政治强人明确了这样一个政治交易 那就是习近平将对川普做出重大让步 而川普将不支持任何到习的政治力量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 在个人层面上 川普很愿意跟习近平打交道 并多次表示过这个态度 但由于他的很多话不能当真 加上他在贸易战上对中国下手这么狠 习近平完全有理由怀疑 川普口是心非 不过 根据日经新闻网报道 在不久前安倍访华期间与习近平的私下交谈中 安倍向习近平再次确认了川普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这个消息如果属实 安倍对于促成川普与习近平的直接对话 有可能起了作用 第二川普和习近平都面临注对自己个人权利的国内挑战 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了 也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夕和中国倒袭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刻 川普和习近平当然都希望对方承诺不搞小动作 川普对于中国可以利用关税来打击美国大豆种植者非常不满 这无疑给了他理由来报复习近平 所以在习近平面临倒袭压力的情况下 川普承诺不支持倒袭 是可以从习近平那里得到更大回报的 第三如果川普此时不明确表示不支持倒袭的态度 会大大增加美中对抗失控的风险 尤其是南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而反过来 如果川普明确不支持倒袭 则会大大缓和两国军事对抗失控的风险 第四如果川普在明确美国不支持倒袭的条件下 换来了习近平在朝核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就可以在贸易问题上对习近平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这对稳住两国经济 尤其是稳住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而中国经济如果出太大问题 对美国经济并不利 对川普也不利 当然习近平的重大让步有些是不会公开承诺的 因此如果川普自己的权力不保 习近平的承诺也就自然不算数了 因为川普不支持中国倒袭力量的承诺自然就失效了 当然如果习近平失去了权力 他的承诺也就自然的无效了 从这个逻辑中不难看到 完全个人化而缺乏制度支持的大国政治 会带来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激励 但这正是当今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美中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如很多人期望的那样 通过川普和习近平个人之间的交易 而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 从而给两国的政策调整和变革带来机会 对此我并不乐观 在美国方面 无论川普能否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 都不可能改变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基本格局 即使川普大胜并在两年后获得连任 他都不大可能把美国团结起来 因而不可能改革成功 在中国方面 即使川普不搞习近平的小动作 习近平是否能够稳住中国经济和社会 也有很大问题 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 更失去了人心 这并不意味着川普和习近平两个政治强人之间的交易会 毫无意义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交易最大的积极意义 就在于减少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这或许能为人们思考未来的出路 或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些准备 多一点宝贵的时间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发表悉尼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 城市化硕士项目主任达拉斯·罗杰斯的文章 题目是 中国人的入侵或吞并 对澳洲政治制度的威胁 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并正在推动中澳之间新的人员 思想和资本的流动 澳大利亚城市需要适应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对一些人来说 这些变化为实现一个增加机会 繁荣和公平的国度的愿景提供了新机遇 而对于其他人而言 亚洲人的入侵和吞并是对澳大利亚白人身份 和政治制度的一种威胁 一系列新文章表明 亚洲世纪对澳大利亚城市的影响 违抗了反乌托邦主张的中国吞并和乌托邦主义 对和谐城市多元文化的看法 改变定居模式 自2000年以来 从中国大陆抵达的移民形象正在发生着变化 与早期移民相比 他们的技能更高 受过教育 并且注重投资 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定居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悉尼仍然是澳大利亚全部中国出生移民中一半人的聚居地 但是 在其他首府城市 定居的中国大陆移民的比例也在增加之中 2001年 在悉尼地区 中国出生的居民占人口10%以上的市区只有3个 10年后的今天 这些城区的数量已增加到了22个 墨尔本 从2001年的一个城区 发展到2011年的7个 和布里斯班 从0个到4个的增幅明显较小 然而 好视为 Hurstville是2011年澳大利亚 唯一的一个中国出生居民 占人口25%以上的城区 这表明中国移民定居的方式 既不是按照极端的种族隔离 也不是按照完全的空间同化进行的 相反 最好从多种方式的适当集中的角度 理解中国移民的定居形式 更换住房 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 对家园的选择 对于塑造澳大利亚城市 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家园 与他们过去在中国的家 以及作为澳大利亚人 开始新生活的复杂关系有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人采用澳大利亚的住房消费方式 包括偏爱郊区住宅而不是公寓 其中一个环境影响是 中国出生的移民在墨尔本的住房 占地在移民澳大利亚后增加了五倍 即便如此 中国移民在公寓楼中的比例仍高过其他人 在全国范围内 只有7%的澳大利亚出生的人住在公寓里 相比之下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出生人口中 住在公寓内的比例则为31% 改变文化关系 尽管政策已经从白澳政策变成多元文化主义 但是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中依然很普遍 关于白人受害者的表述 常被用作歧视有色人种的反证 一项最近的研究 发现亚裔澳大利亚人 有着比其他澳大利亚人 多一倍的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经历 特别是 58%在亚洲出生的参与调查者 在租房或买房时 都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 公寓楼已成为跨文化接触的关键地带 这通常有关管理公共区域造成的紧张关系 在阳台上晾晒衣物 或者因烹饪而在楼里产生的气味 因此 社会阶层或法人团体委员会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城市中 调解跨文化关系的重要机构 在一些中国出生居民聚居的郊区 跨文化间的紧张 通常体现在当地城市规划 带来的冲突上 比如 在一些郊区 白人居民则被中国投资者 正在推动住宅密集化 并让邻里关系丧失 与此同时 在建筑物街区和共同社会阶层身份方面的共同利益 有助于弥合族裔和种族差异 住房市场 中国在居住和商用房产上的投资 从2009至2010年的24亿澳元增长到2014至2015年的243亿澳元 中国是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 2015年第四季度 亚裔外国投资者占新南威尔士州新住房购买量的9.4% 虽然这些投资大部分被注入到新的住房供应中 但公众对外国投资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影响的担忧正在上升 一项估计表明 如果外国投资在2004年至2014年保持稳定 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则会上涨约50% 而实际的增长率为67% 因此房价上涨大部分不能归因于外国投资 媒体报道和政府声明所谓外国投资 是澳大利亚住房负担不起问题的主要原因 这往往转移了人们对房价可负担性问题的结构性原因 和外国投资的各种驱动因素的关注 亚洲世纪澳大利亚城市的变化 21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城市 在住房、交通、就业和食物保障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关于亚洲入侵的种族主义言论 将许多问题归咎于中国移民和投资者 然而 这些问题的根基深至澳大利亚城市的历史和我们 以市场驱动城市建设方法中 关于所谓的亚洲世纪 对澳大利亚城市的影响的辩论 必须高于有关乌托邦式的机遇 和反乌托邦威胁的讨论 澳大利亚城市的现实 远比这种二元思维复杂 避免有关乌托邦市 空文字幕提供 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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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